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植水草堂 今天我们要来淋一下这个十七贴 前面的一小部分 然后顺便来说一下 怎么样把这个字写得更加的高谷一点 我们在写草书的时候 很容易会出现一种情况会写得比较的严肃 那如何把这个草书写得更加的感觉要高谷一点的呢 那其实我们这个十七贴可以来做这么一个训练 或者是疏忽也可以 我们写草书的时候容易有时候写的就特别多的露风 或者这个风露下去会比较的长 然后感觉会出现熟气的感觉 那自己其实有一个方法叫直起直落 落笔的这种直落的这种方法 那这个直落的这个方法其实不难啊 就是我们有时候写字容易这样 有一个切的动作 有一个切的动作 比如说这个日 我可能再切一下 包括十七贴当中 它也是切出一个风 那这个直起直落的方法呢 其实也是一种笔法 你用直起直落的方法 可能会让我们的字啊 显得不会太锐 那不会太锐 它接近于这种 悲的这种感觉 所以它会显得高谷一点 这只是一种方法 当然也不能是所有的一个作品下来 全部用这种方法 那具体怎么做呢 我刚才就是用到了很多这个笔法 用这种直落的这种 直起直落的一种方法 下面我来看一下 我们来演示一下 比如说这个锯 本来是这样一个切笔 上来再下来 这个锯子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写的时候可以用 有时候为了表达一种高谷的感觉 可以直落 比如说这里 刚才是切下来 我可以直落 你看直落的意思就是 这种笔锋直接下去 走 这种感觉呢 就是一种直落 笔直落的一种方法 它既不是逆锋 也不是这种陆锋的写法 它直接用这种直落的方法 把锋藏在那里 锤子落下去 这种感觉有时候会形成 前面会形成一种 一点小小的一个圆点 你看这样下去 或者一个小小的方方的一个小的 起小的一个风 这种感觉呢 就不会太显得太 锐 不会尖锐 你看这种圆圆的感觉 它像什么 像我们悲客当中的这种 被石头侵蚀掉的这种感觉 所以有时候我们利用这种方法 你看包括这里 它虽然这也是一个陆锋的感觉 但是它这个风钝钝的 这种就是一种高谷的 追求高谷的一种感觉 比如说下面这个五 你看我这样直落 当然速度也不能太快 有时候速度一快 一钝下去就会出现 这个风跑出来了 比如钝下去 你看这种跑出来了 这一坨这也不对 就是说你要速度慢 正好控制 正好控制在这个风里 所以虽然它是一个笔法 但是也是有 要经过这个训练 说起来是很简单的 你不训练 你写不出这种 灼灼的感觉 要不你不小心会写成楷书的感觉 要不就写出前面这个直落 会有一坨东西在那里 那又不行 比如说我再演示一下 你看这个粗 你看这个点 我看直落 直落 直落 有一些书法家 他专门研究这个直落的方法 然后直落的这种 你看这个粗它写起来就灼灼的 好像都长 收在那里 如果我们用路风来写 是这样子的 你看这个就好像显得会 锐一点 颜媚一点 然后直起 直落就有直起 比如说这个直落 我们直落下去 直落下来 然后这里直起 有时候这种直起呢 在转书当中是比较多 草书当中比较少 就写到最后一个 直起也会让这个字显得 特别的高股 你看这个有说 这种撇顿顿的直起 你看这种字感觉就是 古古的古着的一种感觉 特别写大的草书 大草 不是大草 其实是大哥的草书 你看直落 直落轴 这种感觉呢 它会显得比较高股一点 有些人这个写四尺整张的这种草书 很多人会用这种方法 我们朋友 你看这种就是一种直起 它虽然没有风 这种直起直落 特别在一些大字大字的这种草书上面 我会喷到 你看这种直起 直落 它虽然没有风 这个字显得会比较的高股的感觉 很敦厚 所以这是草书有时候需要的一些补充的一些东西 直起 这种感觉 好 我们网友们 书友们可以去试一下这种感觉 就特别是大字的 很大的字的这种草书 我今天在演示的是比较小的 也不大 十来厘米 如果刚才这种二十来厘米的像这种 就可以写出这种感觉 直起直落的感觉 好 所以我们可以去试一下 尝试一下 这是就让字会显得高股一点 特别是有些人 比较写比较多的这种 路风的话呢 你可能会比较尖锐的这种作品出现的话 你可以试试这种比法 好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 朋友们再见